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权威主义的解释是 这是一种政体或者意识形态 奉行该主义的人认为 政府应该要求民众绝对服从其权威 并限制个人的思想跟言论和行为自由 将权力集中于单一领袖或者是一个小团体 维权领导者不少是时常任意行使权力 而不考虑或者是利用现有法律去扩大权力 公民也通常无法透过自由竞争或选举来替换 或有限的选举 但政府有很大的权力来控制选举 权力争夺于统治集团的自由竞争 是有限制或不存在的 广义上来说 威权国家包括了缺乏公民自由的国家 例如宗教自由 言论自由 而之前中国百度当中对于威权主义的解释 也是指的威权主义是指的政府要求民众绝对服从政治上的权威 并且限制个人思想言论和行为自由 权力通常集中于单一领袖或一个小的群体 但是最新通过修改之后的解释就变成了 权威主义指的是介乎于极权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体制 既有民主的成分又有对极权的强制 权威主义一般产生于极权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国家 表现出过渡性 合法性 现代性 实用性等些特征 它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局面 为向民主政治迈进打下了一个基础 政治发展的逻辑和现实决定着权威政治不会作为常态存续下去 应该向民主政治转型 布林肯当面警告习近平别在南海挑事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室的报道说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4月26号的下午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习近平强调盼美方正面的看待中国的发展 第一颗钮扣扣好了 中美关系才会真正的稳下来好起来向前走 而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央视新闻发布的讯息表示 习近平说今年是中美建交45年 45年的中美关系历经风风雨雨 给了不少重要启示 他还说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 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相互伤害 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 应该言必行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 他也表示他提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三条大原则 既是过去经验的总结也是走向未来的指引 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正在深刻演进 国际形势更是变乱交织 中美关系加强对话 管控分歧 推进合作 不仅是两国人民的普遍愿望 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他说他多次讲过地球足够大 荣得下中美两国共同发展 各自繁荣 另外他也强调说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 希望美方也能够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 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了第一颗扭扣好了 中美关系才会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向前走 习近平还说去年与美国总统拜登在旧金山会晤 开启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 过去几个月当中 双方团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在各个领域保持沟通 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 但是还有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 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 他说这一次布林肯来访 是他与拜登几周前通话时定下来的 希望布林肯不需此行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4月26号的时候表示 针对中国在美国盟友菲律宾周围的强硬举动 他直接对中方提出了警告 并且誓言捍卫菲律宾 来自法新社的报道说 布林肯告诉记者 他与中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指出 他表明美国虽然将继续缓和紧张局势 但是美国对于菲律宾的防卫承诺 依然坚若磐石 布林肯指出 他向中国领导人提及了北京当局 在南海的危险行动 好 再来看一下 中美达成了五点共识 将首度举行AI对话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外交部宣布 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在4月26号的时候 在北京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了会谈 双方达成了五点共识 其中就包括了将首度举行 人工智慧政府间的对话会议 布林肯表示 会议将于未来数周之内进行 王毅在4月26号的时候 与布林肯举行了会谈 中国外交部其后公布 双方在全面交换意见的基础之上 形成了五点共识 第一就是双方同意 继续的按照两国元首的指引 努力稳定并发展中美关系 双方肯定旧金山会晤以来 中美各个领域对话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 同时加快落实两国元首在旧金山达成的重要共识 第二就是双方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和各层级的接触 继续发挥外交经济金融商务等一些领域的磋商机制 继续的开展两军交往 进一步推进中美禁毒气候人工智慧的合作 第三就是双方宣布将举行中美人工智慧 政府间对话的首次会议 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 举行新一轮中美亚太事务磋商 中美海洋事务磋商 继续开展中美领事磋商 中美禁毒工作组将举行高层会议 美方欢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明访美 第四就是双方将采取措施扩大两国的人文交流 欢迎对方国家留学生 办好五月份在中国西安举行的第十四届中美旅游高层对话 第五就是双方就国际地区热点问题保持协商 双方特使加强沟通 另外美国CNBC新闻网的报道表示 布林肯在4月26号的时候结束访中的行程之前 在北京举行了记者会 他表示中美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首次会议将在数周之内举行 双方同意讨论新兴科技带来的风险 以及安全关切 以及如何最好的管理他们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签署了法案 强制短视频平台 TikTok与中国的某公司字节跳动 断开连接 否则将面临禁令 布林肯向媒体表示 与中方的会谈没有提到TikTok 好 再来看一下 过几日子成为政治任务 中国公务员喝水都要管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表示 在财政压力建打之际 过几日子成为了中国公务员 党政机关的首要任务 国际媒体报道表示 近期中国多地政府发布通告 要求节省 不但影印与另一用址受到了管制 就连办公室的饮用水的消耗量 也要求要降低 在中国经济陷入疲软 地方财政吃紧之际 中国财政部在三月底的时候 发布了通知 要求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落实 党政机关过几日子的习惯 随后中国各地政府接连的响应 发布了关于如何习惯 过几日子的详细指导 来自华尔街日报的信息表示 为了节流 中国的各地方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 近年以来至少已经有21个省级政府 削减了公务用车的预算 日前贵州省的省长承诺 将省政府的运营开支削减15% 而云南省的一个地方政府统计局 就通知员工 夏季的空调温度不得在设施26度以下 当地一家国有的链铁厂的员工 则被敦促减少饮用水的支出 严格控制各个单位的瓶装水的消耗量 在去年总额人民币27万元的基础之上减少30% 而四川的宜宾则要求官员用品质较差的纸张来列印日常的文件 而内蒙古的政府机构被要求要减少购买新的设备 桌仪电脑等些物品应该维修和重复使用 另外内蒙古北部地区的一个县提出了绿色交通指南 以减少公务用车的使用 鼓励政府工作人员一公里以内的话就步行前往 两到五公里的路程骑自行车 更远的路程就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还有一些政府要求领导干部不胜饭菜减少出差 以及维修和重复使用公务用车办公家具等一些硬件设备 报道引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 客座研究教授黄佩华的话分析表示 这只是在作秀你看他们谈这种小事 而他们本应该集中精力解决大事 比如让地方政府增加收入减少债务 他表示这里省几十亿那里省几十亿 与中国政府一年约人民币28兆元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相比 这些数字简直微不足道 他形容表示这场节约运动的本质是在向外界展示 公部门正在与大家同甘共苦 大家的收入都在减少不得不少花钱 另外报道引述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 黄天磊的观察表示 许多地方政府花起钱来大手大脚 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不受任何硬性约束 目前这些措施只能够节约少量的费用 从大局来看无足轻重 他表示政府仍然必须要想办法更妥善的利用资金 好再来看一下中国通过关税法为大制裁做准备 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交报道表示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4月26号的时候 表决通过关税法将于12月份开始实施 根据路透社的分析表示 中国通过此法是对可能向其征收关税国家释访中国将予以反击的讯息 更有学者以核威慑来进行比喻 而中共的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说 中国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 在4月26号的时候表决通过关税法 将于今年的12月1号开始实行 这一次通过的关税法一共有7个章节 包括了总责、税务和税率 还有应纳税额、税收优惠 以及特殊情形关税征收、征收管理、法律责任与负责 而北京国家会计学院的副院长李旭洪就表示 颁布关税法将为进出口秩序、关税征收以及缴纳等提供制度保障 在推进中国治理县的话当中 加快税收立法对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充分发挥税收具有积极意义 另外路透社的报道说 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2年上台以来 中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 赋予官员可以干扰商品数据 以及人员在市场流动的权利 并且向对中国贸易有意义的国家进行报复 这一次中国关税法规定范围不只是有税收优惠政策 还包括了中国对违背贸易协定的国家进行反击的权利 中国尚未公布关税法的全文 此前公布关税法草案第16条明定 对中国在贸易方面采取禁止限制加征关税 或者是其他影响正常贸易的措施 可以对原产于该国或者是地区的进口货物 征收报复性的关税等一些措施 征收报复性的关税的货物范围 适用国或地区税率期限 将由中国国务院的关税税责委员会提出建议 由中国国务院批准之后执行 路透社认为中国是在对可能向其征收关税的国家释放讯号 表明如果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 中国将会予以反击 此举恐加剧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就表示 中国早在2024年升级对外贸易法的时候 就有关于实施报复性关税的措施 这一次通过的关税法像是核武器 意义不在于使用它 而是威慑其他人 不要使用同样的武器 高树超表示 这也意味着中国想表示中方手上也物有特权 如果其他国家对中国征收关税 中方也可以这样做 报道表示 川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掀起的中美贸易战至今 中美目前呈现不稳定的休战状态 不过欧盟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议题的担忧 也与日俱增 目前布鲁塞尔正在调查是否对中国的电动汽车正受关税 而北京则是对欧盟出口的白兰地进行反倾销的调查 另外根据中共的官方媒体中新社的报道说 1985年中国国务院发布禁出口关税条例 之后进行了多次修改 1987年中国的关税法设关税一章 针对关税相关问题做出规定 随着关税法制定颁布目前中国的18个税种当中 有13个税种已经制定法律 好 再来看一下偷卖美国芯片 两名中国人被捕 最高可判20年 来自法国的信息表示 根据美国司法部在4月25号公告显示 当天启峰的起诉书指控两名中国公民 韩利还有陈林犯有与串谋非法出口美国技术有关的罪行 其中就包括了一家由加州公司制造的机电 用于加工硅晶元的微芯片 并且提供给中国的违禁最终用户 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出口管理条例 就中国公民因为涉嫌非法的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在美国被捕 该公告表示正如所指控的那样 被告试图逃避出口管制 为一家被禁止的中国公司获取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 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的助力总检察长马修奥尔森表示 司法部致力于执行出口管制 并且追究那些试图非法采购美国开发的技术 使我们的国家安全面临风险的人的责任 而加州北区的美国检察官伊斯梅尔·拉姆奇表示 本案当中涉及的出口限制是为了防止在中国 非法采购用于未经授权的军事最终用途的商品和技术 还表示该办公室将继续的大理执行国家的出口法律 包括与先进技术有关的法律 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部门执行助理主任拉里萨纳普表示 这项起诉书结束了陈女士涉嫌参与向中国 非法出口美国技术的计划 他并表示美国不会容忍非法出口我们的先进技术 任何规避美国法律法规的企图都会产生护果 联邦调查局及其合作伙伴将继续就此事寻求正义 联邦法规限制向商务部实体名单上确定的公司研究机构 和其他的实体出口某些物品 2014年8月份的时候 美国商务部将中国公司昌都盖石科技有限公司 列入了实体清单 起诉书表示至少在2015年5月份到2018年8月份期间 李和尘和谋通过利用中间人 隐瞒了中国公司昌都盖石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交易的方式 逃避商务部对该公司实施的出口限制 而公告显示据信两名被告人现在的身份为中国公民 公告指出如果两个人各自被指控犯下了以下的罪名 如果罪名成立的话 江密林的最高处罚包括了 串谋违反国家紧急经济权利法 最高2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 虚假电子出口信息活动 最高处以5年监禁以及处以25万美元的罚款 走私最高判处10年监禁以及处以25万美元的罚款 和国际紧急经济授权法违规行为 最高可以判处20年监禁和100万美元的罚款 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将在考虑美国量刑指南 和其他的法定因素之后做出任何判决 该公告表示联邦调查局 国土安全调查局和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正在调查此案 美国加州北区检察官办公室和国家安全部 反情报与出口管制科正在起诉此案 美国司法部的公告还写道 起诉书只是一项指控 所有被告均被假定无罪 直至在法庭上毫无合理怀疑的被证明有罪 好 再来看一下贾跃亭表示 造车成功并且还债之日就是他回国之时 来自联合早报的信息表示 乐视系法拉第未来的创始人贾跃亭 回应360创始人周鸿一让他回国的言论师表示 造车成功并且还债之日就是他回国之时 同时他还透露表示 自己已经累计偿还了100多亿美元的债务 贾跃亭在社情平台当中发布的最新视频当中表示 周鸿一让他回国 其实这恰恰是他最大的心结 也是他每天都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早日回到自己的祖国是他最大的梦想 他表示任何能够挣钱还债 挣钱造车 造车还债早日重归祖国的事情 他都愿意努力去做 造车成功并还债之日 就是他回国之时 贾跃亭还谈到自己的财务问题 他说到2017年乐视爆发债务危机的时候 他个人累计为乐视体系担保了120亿美元左右的债务 而这些并不是他个人直接的债务 基本上是他替乐视体系和公司担保的 贾跃亭表示 这些年替公司替乐视已经累计偿还了100多亿美元 这可能是全球最大的个人担保案例 五年前他在美国申请了个人债务重组 达成并完成了重组方案 在美国法律体系之下已经不存在任何债务了 虽然如此他也依然会尽全力早日解决完在中国法律体系下的债务 周鸿一星期二也就是4月23号的时候 在哪吒汽车发布会上表示 他不是为贾跃亭说话 他带了那么多图纸到美国去 那么长时间也没有造出几辆车 他觉得他犯了一个错误 连马斯克造车都要来中国设厂 因为中国供应链最完整 他还针对法拉第未来与高河汽车之间的纠纷评论表示 你跑到美国去供应链又贵又稀缺 人家高河反而造出来了 贾跃亭却反过来要告高河 完全没有搞明白中国的优势在哪里 贾跃亭隔天在社交平台当中回应周鸿一上述的言论时表示 正是因为十年前他来到美国造车 才让法拉第未来有能力成为中国汽车 进入美国市场的重要桥梁 他还表示他们现在的供应链正在努力向中国转移 也一直在找机会把法拉第未来九一带回到中国制造 他还表示相信周鸿一也一定认同 只有原创精神深入骨髓 大量的原创奋斗者涌现 才能够推动中国AI电动产业站立在世界之巅 周鸿一随后在微博当中再一次隔空喊话贾跃亭 别光讲PPT 先送辆车到360大厦小广场让他看看 随后周鸿一又发布视频问 老贾你啥时候回国 老贾你啥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